我给自己投一下 动不了了 不要动了不要动 我完全卡死了 好动哟 前面真的有一个湖 大家好 欢迎收看开车追探险 我们是影队长和全队长 在开着新买的轿车 挑战穿葬中线的路上 当期说到 我们开着轿车闯进了 穿西密进阶四个深处 把车的天灵压打开 在乱世土炉一路狂奔 车的发动机过程灯都干出来了 今天我们决定不冒险往前开了 准备徒步去看看 不过幸好没有开车呀 前面的路况对轿车来说 真的是一言难尽 一辆30年COA都直接现车了 请大家玩 发行费竞 Ho 大家好 我是影队长 我们现在是在吉斯沟 昨天晚上就是停在这个地方露营的 我们现在就打算 突破这个地方 海拔也比较高 有3750左右 我的超强的甩棍 这个又可以当防身的武器 然后也可以当登山上 还是非常不错的 现在就出发 现在已经到了1号营地 这里有帐篷 一晚上180 这里就是2号营地 在旁边还有一个瀑布 这个路的坑也太深了 幸福没有把车开来 凶吗 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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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完全卡死了 这里的海拔大概367的样子 三菱线车的位置刚好是在一个乱石缓坡处 高山流水顺流到路面 乱石流水陡坡高反 让整个车路动弹不得 记得前面的车有脚盘 把脚盘拖出来准备来拖一下 上来了 还是要搅盘的力量才行 约现在的海拔3800左右 底下的三宁市两驱车 到上面全是乱石 脱困救援还是得搅盘的力量大呀 大概折腾了二三十分钟 现在乱石坑了三年 成功被救援脱困出来 OK了 OK了 好冬哦 之后我们在这里还遇见了一组机车车队 真的是太酷太拉风了 他们在这里走着简直就是如履屏蔽啊 可以远顶起飞 大伙一起来看看 这些都是一些什么摩托车呀 排阳都是多大的 应该都比较贵吧 看着我们都想骑机车 台湾带我们去到更多去不了的地方 就是现在技术实在是太惨了 骑机车还没出门 估计就有可能开席 不过有没有小伙伴可以推荐一些入门的机车 我们参考参考 等技术稍微过关一点 再来体验一次母女 想想都很刺激呀 这是什么车 从这个木房子开始 我们就要徒步上山 我们接下来要去看的这个孩子 应该99%的人都不知道 我们也是问营地老板才打听的 原来在这高原山顶藏着这么美的一个地方 只不过路途艰辛 从木房子一直往上爬 从海拔378的地方 直线上升到海拔4156的地方 差不多攀升1000多米 现在几乎是在垂直90度的坡上面 给大家看对面的风景 哇塞 太赞了 对徒步我们是真的没经验的 从山脚看着没多远 没想到往上走荆棘重生 乱石滑坡 直线攀升又高反缺氧 走走停停的 灯顶足足耗费了六七个小时 这个地方全是碎石了 我现在已经到山顶了 环石一圈 但是这个湖到底在哪里啊 刚到山顶的时候都绝望了 没有一眼看到孩子 没想到山顶后面还是山顶 前面真的有一个湖 这个是真的藏在山山里面的孩子 在它的外面就是绵绵的雪山 说实话 第一眼看到这个孩子还是有点恐怖 阳光被高山阻挡的时候 深蓝绿色的湖水一片寂静 周围的山风乱石堆砌 寸草不生 似乎来到了死亡谷一样 但是等到阳光照射 这一弯湖水碧绿沙呢 又感觉像一位焦丘的少女 活泼灿暖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徒步 深入几次个沟底 听说往里走 还有绝美的冰川 和更漂亮的孩子 今天的视频就想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拜拜